巴黎奥利机场从16号起关闭4号航站楼 奥利机场的1号航站楼及2号航站楼已经关闭数月 因此现在只有更现代化 更适合国内和国际航班的3号航站楼继续运作 为乘客提供服务 新冠疫情导致旅行限制 使得世界各地空中交通流量都严重下降 2020年4月1号起 巴黎奥利机场曾完全关闭 直至6月26号才重新开放 但部分航站楼于11月再次关闭 本月起 法国政府禁止一切与欧洲外部国家和地区的非必要旅行 只有出于家庭职业教育健康方面的紧急原因才可豁免 这使得国际空中交通再遭沉重打击 过去几天 奥利机场的乘客和航班数量都大幅下降 例如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在该机场运营的航班 从每日12趟减少到2趟 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的每日2趟航班 已被转移到巴黎戴高乐机场 2月11号 巴黎戴高乐机场的4号航站楼项目被放弃 这也表明航空业仍然面临不确定的前景 而这些举措对于员工的影响巨大 包括分包商 甚至边境警察都会受到波及 大批工作人员被要求纳入非全市失业计划 2020年4月 巴黎奥利机场完全关闭时 2.5万名员工被迫停工 去年 奥利机场只接待了1080万名乘客 比2019年下降了66.1% 小白银行 小白银行 真的都会保持到什么 空中的地牙 各地的行为 大批工作人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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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工作人员工程